2014年秋冬的彩宗趨勢 2014年秋冬的彩宗趨勢 其實在今年的話會建議 比較走70年代的復古風 那當然復古裡面 要帶一些奢華華麗的眼妝 其實在今年是很重要 尤其像是帶一點點紫色 那今年的秋冬來講 是紫色是不可缺少的一個顏色之一 紫色調基本上 在東方人的眼型上來講 會比較亮也比較明顯 但是如果說你的膚色 其實是比較深邃的時候 我很建議 第一個首先先把底色修乾淨 你只要東方人的膚色呢 只要是修乾淨 包含了粉底液啦 或者說包含了一些 像是粉餅類的商品 先去把底妝修乾淨之後 顏色就不是太大的問題了 那你就可以用比較深的紫色 或是亮的紫色去調整 這樣就好了 在於伸展台上面的話 妝容上可能會比較強烈 包含了像是臉型的線條 眼型的線條 然後像是輪廓的部分要去調整 所以呢 會建議各位 如果說要把走秀的那種裝容 放到我們日常的話 當然 線條的修飾這一塊 可能就不要那麼的強烈 當然的話 可能再加強一些輪廓的深邃感 其實就可以了 包含了眼部這樣子 關於兩個網路的此次 還有蹲著 憑者的補礙 蜗狂亦 八週五百多壯 八週五百多壯 以外再次